国际政经专家汪浩在华视新闻台主持的政论节目《三国演义》 这周是访问了美国在台协会AIT副处长古力言 而古力言其实是AIT第一个接受我们台湾政论节目访问的外交官 再加上这个节目的共同主持人 是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 三个人是就台美双边经贸还有美洲议题 还有台积电在美国布局这些重大的政经问题 为观众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次代表美国在台协会 在台湾政论节目中露脸 古力言副处长戴紧口罩把防疫做好做满 他强调美国很关注台湾这回面对的疫情波动 我们的那个维护部长跟陈志正部长 有透过电话他们有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也很关切台湾需要协助的要求 而谈到台湾傲视全球的半导体产业 古力言则说美国非常欢迎台积电 去美国设厂 台积电在美国 对台湾的安全只有加分没有减分 台湾有些人会担心 说台湾的护国神战搬到美国去了 那以后这个中共要是来打台湾的话 那美国会不会不来保护台湾了 一定要说我们非常欢迎 那个台积电到美国投资 我觉得这次的投资 不仅会改善台美的战略的关系 会不会影响到台湾的安全的话 我觉得一定不会 不过古力言也提醒台湾人民 不能只抓住一个台积电作为护国神山 不要把它当作台湾唯一的安全的靠山 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中国 它很愿意放弃它自己的经济利益 来达到政权的目的 至于一直都在风口浪尖上的美猪议题 古力言坦白地说 台湾进口美猪 并不会让美猪销量大幅增加 却能向美国展现台湾政府信守承诺的一面 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还是那个信任的问题 就是那个如果那个台湾可以展示 它可以做承诺 就会履行这个承诺的话 我觉得不单对于那个美台的 那个未来的经贸的谈判 而且对于跟其他国家也会加分 古力言22年的职业外交官生涯 专精在东亚国家情势 对台湾提出的确实是来自肺腑的建言 华视新闻王浩良朔文台北报导 刚刚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古力言 其实很多人可能对他很陌生 他作为职业外交人员精通多国语言 英语日语跟华语 在美国国务院是专丝东亚事务 曾经派驻过中国跟日本 他在三国演义节目当中 除了台美之间的严肃议题 同时也分享了一些比较轻松的心得 像是台湾到底有多好住 来听听他怎么说 一开口就是流利中文 侃侃而谈的古力言 精通英语日语华语 2018年6月就任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一职 古力言过去在美国国务院 专司东亚事务 曾担任过美国驻中国成都总领事 以及美国驻日本冲绳总领事 对古力言来说 研究观察东亚地区情势 经营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 是他从小的志向 奠基于1989年 这个全球政治环境剧烈变动的一年 古力言不但是第一位上政论节目的 AIT外交官 他更是一位台湾女婿 选择到华氏和主持人汪浩 以及石板明夫唱谈台美关系 恐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三位不同国籍的台湾女婿 齐聚一堂谈论台日美三边关系 是名副其实的三国演义 它是蛮独特的一个城市 因为它又是很现代化 可是它会保持这个传统的文化 它那个交通很方便 它很安全 它的医疗的系统是世界一流的 直白说出对台湾的喜爱 古力言为AIT官员第一次上台湾 台湾政论节目的新奇经验 画下美好句点 华氏新闻王浩良硕文台北报导 台总统宣布开放 台湾的剧肉的市场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贸易的突破 这是一个信任的突破 到现在为止 台湾之所以买不到疫苗 很大的原因是中国在阻挠 一旦台湾接受了中国疫苗的话 那台湾就可能被中国控制